陆寒五个大牌代言撤走,损失超过三个亿代言费。网友,过气了! 奔跑吧!第六季今晚正式开播,作为节目中的流量担当的傻袍子,陆寒,也再次上线。 随着奔跑吧综艺重新回归,再加上热血街舞团正在火热进行中,陆寒无疑是占据周末的大部分流量。 但是,自从陆寒和关小彤公布恋行之后,表明上看对陆寒没什么影响。 而实际上是,在陆寒公布恋行后,陆寒丢了七个大牌代言,其中包括蓝寇、佳能相机、联想电脑、标码等国际大品牌的代言,目测至少损失超过三个亿代言费。 据媒体爆料,陆寒开设自己的工作室和公布恋行后,旗下的代言合同从15个瑞捡到7个。 其中包括佳能、索尼、联想等国际知名品牌。 有知情人士称,陆寒给佳能的代言费是6000万一年,联想电脑更是杂出8000万请陆寒当一年代言人。 那都是在陆寒还是单身的时候。 在新的一年中,娱乐圈更新换代巨快,面对新的偶像力量的冲击下。 陆寒的优势逐渐下降,代言自然也和之前相差较大。 陆寒被跑男团称为最能跑的傻袍子,一直以来陆寒的形象都是比较阳光正能量的偶像。 当初彪马牵下陆寒应该也是看重的气质和带破能力。 但是今年代言人却换成了小鲜肉羊羊,因为此时两家粉丝还撕了一阵。 不过有知情人士称,是陆寒没有主动续约的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应该是陆寒主动放弃的代言。 作为国民度居高不下的品牌,联想电脑,之前联想砸出8000万代言请陆寒当一年代言人,如今另请王嘉尔当代言人。 可见,联想还是愿意请一些单身偶像来当代言,这样能将销售量带动比较高。 而联想和陆寒签订了一年的代言时间,合约到期,品牌方没有虚约的打算。 加能相机撤下陆寒的代言,换成终生代陈坤。 不仅如此,索尼的代言人也换成了迪丽热巴。 小编想起了之前索尼的广告词是,有索尼就有陆寒。 可是现在却把陆寒扯下了,也不知道这个是打脸品牌方还是打脸陆寒。 蓝寒是美妆大品牌,注重的就是代言人的带货能力。 自从陆寒公布恋情后,很多粉丝都表示脱粉,陆寒的影响力也逐渐在下降。 品牌方自然会也不会考虑将代言续费的,而是将代言给了新生代小鲜肉王俊凯。 王俊凯也成为新一代的带货王。 欧书丹官宣一个全新的代言人,白敬廷,虽说小白只是代言欧书丹习主某一个系列的新产品,而陆寒还是该品牌的代言人。 但是,很多支持陆寒的粉丝依然觉得地位受到了威胁。 虽说明星的代言都是起起落落的,但是像陆寒这样一下掉那么多大品牌代言的还是比较少见。 现在奔跑白回归,热血街舞团也在热播,陆寒的新专辑也同步发售,还有二旬也即将开始。 只能说,陆寒实力依旧在,支持国民影响度受到一定的冲击,相信陆寒以后会拿出更好的成绩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